继经四座 36岁于汉超在线世界级操作 吴金贵怒术拇指圣赞 北京时间7月7日 中超联赛第15轮比赛陆续开打 排名第二的上海申花客场挑战浙江 比赛第12分钟申花就反客为主 先拔头筹 这时申花获得边线球机会 燕心力发球申花简单传递后 巴索哥敏锐地发现了左边路的机会 他直接完成一个长距离横向转移 于汉超一个非常潇洒的停球转身 让自己获得巨大空挡 带球极尽的他杀入禁区后 面对封堵冷静达远脚破门 客场一球领先 于汉超非常兴奋握拳怒吼 申花球员也纷纷上前祝贺这位36岁的老将 随对远征的申花球迷欢欣鼓舞摇旗呐喊 这立竞球非常精彩 但最牛的就是于汉超的神级过人摆脱 慢进回放看到 巴索哥的传球并非精准 但意识和态度高度在线的于汉超 积极上前赢球 他一个世界级连停带过的经验操作 完全过掉了防守 完成继经四座的摆脱后 面对浙江队的围追堵截 他又非常冷静地精准 低射球门远脚得分 从停球转身摆脱到禁区内破门 这一系列操作都是来自36岁的老将 如此精彩绝伦的禁球于汉超兴奋 队友欢呼 征战赛场多年的吴金贵都不经竖起拇指怒在一波